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跟我一起來玩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我是魏惟 今天我們要開始美術館的任務 往美術館的內容 如果你更新你的遊戲的話 就會開始有新的美術館內容 要展開美術館內容的話 第一個要進到博物館裡面 那我們就去博物館裡面跟傅達講話 他就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會觸發這個美術館的內容 就要開始展出畫作美術品 這樣就是美術館內容的第一步 你要進去博物館跟傅達講話 集合啦動物森友會 昨天我們在博物館跟傅達講過話以後 今天我們遊戲開始就看到西市會說 島上有可疑人士出沒 都受著來路不明的美術品 那是誰呢我們去看一下 這樣在跟傅達講話的第二期 你就會碰到一個角色 我跟他講話一下 他叫狐狸 他就是到處都受美術品的人嗎 他碰巧把厲害的名畫帶了過來 現在只需要49萬8千零錢 就可以買到這個 一下如何 好貴 他用4980零錢賣給我們 本來賣超貴的 現在賣這麼便宜 那買到畫以後 你可以 進去博物館找傅達 我就把剛才買的厲害的名畫給他看 好 捐贈 好 捐贈 接下來博物館就要擴建 好 捐贈 捐贈 整修一天以後 重新開張 我來進去一下 所以過了一天 美術品的展覽室已經完工了 目前美術品是超空的啊 就一幅畫作而已 就是我們之前捐贈的這個 哇 這遊戲還要收藏好多好多的美術品 博物館的美術品展覽室開張之後啊 你還是會碰到這個人喔 我們再跟他講話一下 碰到狐狸 這不就是魏惟嗎 很感謝之前來買的作品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一些 精美的美術品跟家具之類的東西呢 我說不定有興趣 他邀請你到北側的海邊 秘密海灘去找他 那我就來領一些錢喔 然後再去買東西 我怎麼會有那麼多錢喔 逼懂發錢的 逼懂發錢囉 提了錢以後就一路來到 後面的秘密海灘 這邊 到這個可疑的船上面 喔 好多藝術品喔 那這邊有賣一些藝術品啊 除了賣藝術品以外 也有賣一些 這個家具 比如說針線盒 菜單黑板 然後接下來是畫作的部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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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維納斯的誕生 仔細看看 是說聽說狐狸他賣的東西啊 有時候是假的 那你就像買了以後 然後帶到 博物館裡面請附達去鑑定一下 那網路上面有一些網站 有告訴大家 哪個是真的 哪個是假的 那假的話可能會有很多假的版本 那我就按X 放大一下 我覺得是真的啊 我覺得真的 不過我想要查一下網站 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後我查一下 我看到了也許是真的話 因為假的話喔 右上方的樹 會不見 因為很小的一個差別就對了 那現在我的樹是在了 所以我應該是真品 我來買 然後這個是雕塑 這是一個塑像 說這個塑像喔 這個是假的 說真的話沒有耳環 一次只能買一個 那我今天就買到這邊喔 離開囉 買了藝術品的隔天喔 你到信箱裡面去看 你就會收到 收到九尾市場寄給你的信 這邊就有我們買的畫 把畫帶到博物館裡面 當然要先把禮物打開來 然後再跟富達講話 要捐贈 那會看你到底是捐的是真話還是假的畫 那我相信這應該是真的畫 那我相信這應該是真的畫 我是偉偉 感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